请问陈教授 曾经看过报道说 WiFi会伤害家中的小孩 这是真的吗 请问对小孩有什么影响 谢谢 谢谢何小姐 这个WiFi的放射出来的电磁坡 是我们所谓的射频电磁坡 射就是射件的射 那世界卫生组织 在2011年的时候 将射频归列为2B级的致癌物 因为是根据研究 是过度用手机的人 平均每天都超过30分钟的人 会增加罗患神经胶直流 那是一种恶性肿瘤的风险 增加40% 那WiFi放射出来的电磁坡 跟那个手机是一样 都是射频的电磁坡 那最近我们行动电话使用的人日益 就是增加很多 尤其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儿童 所以WiFi的电磁坡真的是对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就是癌症风险的就是有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又到台南 我们在台南七谷 我们访问那边的那个社区 台南七谷是那个雷达站 雷达站它放出来的电磁坡跟WiFi是一样 那当地的那个靠近雷达站的一家 有三个小孩子本来都好好的 那后来就是雷达站建筑以后 他们就是自力大幅的减低 衰退 学习成效也不佳 所以真的这个 射频电磁坡对我们小孩子是有很大的伤害